這兩年來我相信聖文的期中考 有通過了 過了期中考 但打著英系旗幟出征 民進黨北市大安文山議員 參選人陳聖文 還有這一關 台北順時鐘 支持陳時鐘 同一區要選的還有他陳唐博 身處綠色友誼連線 跟進狂酸英系陳聖文 臉書炮轟 陳聖文放棄國民黨黨籍了嗎 有沒有因中國利益繼續服務 字字句句往痛處打 據傳英系已被其他派系鎖定 當劍榜 提名過程就會有派系的運作 這個時候就是派系正在競爭 建議機制才是最重要的 也是民進黨可以繼續團結的一個基石 是派系運作還是黨內互打 2022成的2024大選前哨戰 前主席卓榮泰民主活血連線 傳出以巧巧聯手綠色友誼 新系共挺賴清德更上層樓 後蔡英文時代來臨 他們擔心蔡蘇體制下聯手 2024蘇貞昌可能搶爭大位 庭賴陣營是否已經出手 國民黨太弱的情況就會變成說 民進黨內部競爭的這個矛盾 可能就會更加的激烈 只要在內部能夠確定勝出 基本上選舉就贏了一半 那會隨著這個2024的接近 然後還包含了2022選完以後的人事布局 那可能會慢慢的更加的清楚 新潮流長期注重人才的培養 更可以講說是逍遙的善戰 機會上台的話 我們會有所表現 激情爭情 不過一旦隔魁位子沒改組 形同卡住了黨內終生代歷練 也難怪2022反英蘇傳言不斷 陰謀四起 新新聞 謝陳昭宇至郭彥廷 採訪報導